女孩冲进男澡堂 吓得一群光辉骨男生无处可藏 几个男孩吓得躲着不敢出来 让女生赶紧出去 女孩的眼珠在眼眶里打了个转 突然抓起男孩的衣服撒脱就跑 留下男孩们在原地尴尬 于北贝是个性格外向且破烂的女孩 她是留意苦带回来玩的女孩之一 亲人一举就与几个男孩打成一片 马小军被他们扮开玩笑的 推返了于北贝的约会对象 但她的脑海依然记着那张照片 并没有多在意 他们所力弹度的人是谁 看着于北贝比他们几个男生还坏 马小军一开始还劝她 雷贝要整天都在男生那住 万一哪天真出事就麻烦了 谁就于北贝直接跳起来 出什么事 还他们想出什么事